世界在你耳边 来一场云端旅行 大家好 我是演员薛海桥 欢迎来到我的私人梦境 外面真的好冷 这种天气最适合一个人 窝在家里看电影 那么今天呢 就来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名字跟宠物有关 叫做 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 听名字 还以为会是一个猫奴的故事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奇幻的脑洞 主人公 是一名游地员 他得了绝症 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 他与恶魔签下了一份 让世界上某种事物消失的契约 而恶魔选择了电话 电影 时钟 和猫 它们分别与爱情 友情 和亲情有关 每消失一样东西 与这样东西有关的回忆 也就会消失 而为了活下去 失去很多美好的回忆 到底值不值得 我喜欢看电影 更喜欢去电影世界里旅行 那么今天呢 我特别想带你去影片的拍摄地看看 北海道的一个港口城市 小孙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真的好冷啊 北海道比我想象的还要冷 不过来小孙呢 就得选冬天 瞧着厚厚的雪 特别像白色的奶油 还很松软 感觉就好像是踩到了一块 超大的吐司面包上一样 这里的建筑风格有些奇怪 日式的木门 搭配着欧式的砖墙 还有很多窗户都是拱形的 哇 感觉又复古又浪漫 就好像是进入了童话世界 怪不得有人常说 小孙非情人不得通往 因为这里连房子 都好像是欧式小甜饼 啊 我只是单身狗 还真的有点小失落 哎 看前面 冒着蒸汽的是什么 走 过去看看 哇 原来是一座钟啊 好高的钟啊 有两层楼那么高 据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蒸汽钟 而且到现在还会喷气 每隔十五分钟就会喷一次 边喷气 边唱着歌 有点像白胡子老爷爷 那个感觉是有点固执 又有点小可爱 这个蒸汽钟的旁边 这座房子看起来好古老啊 原来是八音河博物馆 这可是小尊的地标性建筑呢 据说这里的八音河 有三千多种 这种用发条装置演奏的乐器 是欧洲人发明的 反而在日本的小尊 变成了一个符号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 八音河清脆的声音呢 我记得好像一位朋友这么说过啊 因为 他让我们听到了 幸福的声音 在小尊呢 很流行送八音河作为礼物 据当地人说 八音河 可是表白戾气呢 嗯 看来我也很喜欢买一个 你喜欢吗 喜欢的话 我送你啊 诶 好像有猫的叫声 好像是从运河方向传过来的 眼前就是小尊运河了 可仔细一听 刚才的猫叫声 怎么又好像是从天上传过来的 问了一圈才知道 原来是当地的黑尾鸥 这是一种叫声跟猫很像的海鸟 也还蛮稀奇的 冬天来小尊呢 运气好的话 能赶上雪季节 渔民会把蜡烛放在鱼具里 漂浮在运河上 整个运河 都会被雪灯之路点亮 哇 一定超美 这种细腻和浪漫 只属于小尊 不过很可惜 我这次没有看到 走吧 赶在天黑之前 带你去看看小尊的海 终于看到了 小尊的海 这是我第一次 在雪中看海 这片海呢 也是电影的取景地之一 在海边 即将病逝的妈妈 把小猫包心菜 交给了儿子 却对包心菜说 我的儿子 去拜托你了 因为在她看来 不是人愿意养猫 而是猫 愿意陪伴人 我的人生当中 也曾经历过 相似的事情 家人的健康 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 在梦里 好像我死了 但是呢 却有机会 可以重新回到人生 一天的时间 我当时就回到家里 跟爸爸妈妈 在一起待了一天 林总的时候呢 就对妈妈说 妈妈 我要走了 妈妈就问 你要去哪儿啊 我说 我去一个 很好的地方 再也不会回来 可能人世间 最痛苦的事情 就莫不得于此吧 失去是一个 很沉重的话题 电影 假如猫 从世界上消失了 就是在讲一个 关于失去的故事 其实 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消除 对于死亡的恐惧 影片 主人公说 假如我从世界上消失了 谁又会被伤呢 虽然不能清楚地了解 但比起死亡的可怕 更不愿意 消去你我共同的回忆 这句台词 真美啊 如果你身边有宠物的话 一定要 悉心 耐心 外加爱心 对待他们 2019年 你的旅行清单中 都有哪些地方呢 订阅专辑 去评论区留言吧 我会不定是突然回复哦 我是你的 私人陌游室 徐岸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